這裏下去就是和龍街 我們向上走 這裏是豐塘中邪行 這裏叫聖陸基街 聖陸基街這裏真是保留得很漂亮 以前是這樣的 中間有一座大廈建了五層樓高 否則整條街都是這樣的 上一段就全都建了新 以前這裏有個體育館 應該是叫沙光體育會 踢球的 我們繼續上 我們繼續上 在這裏中間有一條水巷 直通的 附近的街都是這樣的 上面這條叫聖陸基街 聖陸基街早期已經拆到全身 全新是新的 全新是新的 又是這一段比較靚仔些 有些味道 是這一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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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井字 就表示那間屋是有水井的 現在畫一座 和鐵牌 就看不到水井的標誌 以前附近的屋 門牌有個井字 每一邊都有 每一邊都有個井 每一邊都有個井 這裏 這裏有幾間屋 一二三四五間屋 這裏有幾間屋 一二三四五間屋 這裏有幾間屋 很深 很長 裏面的內籠 差不多有這條街那麼長 即是到石級的位置 那麼深 我們又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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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在高原街尾那間老人院 那時候老人家都不是很多 現在改了一個文創中心 這裡的打卡點就是這棵樹 夠古老 打開了個雲 又不介意 可以打開了 那時候再整個縫隱和 好,我們下一集再見